灰太狼与骑兽搞好关系 让他给爱美将军送信 骑兽跑得快 还有一双翅膀 送信这活干得还挺不错 如今又帮懒洋洋送信 懒洋洋回到了青青草原后 给旺财将军准备了一套豪华大房子 旺财将军非常高兴 双手比着心 磕下一秒就笑不出来了 原来这就是一个玩具小房子 旺财本来也只是个孤儿 因为认识了丽将军 加上自己特别的努力 他也成为了一名将军 再付豪镇助手 他家财万贯 这条街就是他的 旺财很爱财衣很有财 他以为的房子肯定是很豪华的那种大房子 而不是这个小玩具 落差太大了 飞洋洋突然走了过来 简直就是猪队友 他脚下一滑 狠狠地摔了一跤 直接把小房子干碎 满洋洋耍眼 毕将军更是心碎 我的小房子啊 乖财将军感呼了一场 狗国王一直很欣赏灰太狼 当然主要是为了利用 灰太狼子称是狼宝第一骑手 根本就没有谁能赢过他 进入那将军的房间 就看到了一颗奇力石 小弟和思思惊恐大喊 那将军变成奇力石了 他们又开始想办法恢复 那将军回到房间 发现奇力石与盒子都不见了 原来这只是那将军做出来的模型 为了送给暖洋洋 却被小弟和思思误会 抽屉里还有不少东西 其中一个包包很眼熟 应该是暖洋洋送的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